对于我来说 I've got more 跟我一起 She more 在我家里 这种情况下 我们是不能使用主语声代词 不能用 不和je I've got more She's here 这都是错误的 除此之外 中读这声代词 还经常在一句话里面 起到一个同位语 或者是表语的作用 好 下面我们进入互动练习环节 有请两位同学上台来 跟我们一起做练习 好 请两位同学 可以根据我们课文的内容 做一个对话 Bonjour Vous etes bien Mademoiselle Liu Oui C'est moi Vous travaillez ici Depiu longtemps Ah non Depiu trois Moi c'est moi 希望你们注意你们的发音 Vous travaillez ici Vous travaillez ici 很好 Depuis trois mois Depuis trois mois Depuis Depuis 好 谢谢老妹同学 好 下面我们进入这一课的最后一个环节 走进法国 在这一课里面 介绍一下法国人的礼貌用语 说Merci的习惯 Merci在法语里面是谢谢的意思 法国人一天当中 Merci是不离口的 别人为你做了一点小事 就得说Merci 即使是在家庭成员之间 父母 有女 夫妻之间也是经常用的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家庭成员之间有所隔膜 相反 Merci成为一局口头禅 一种习惯 在法国来说是非常正常的 一般说来 在适当的场合 表示感谢是必须的 但是我们也用不着 没完没了的感谢 否则就会被认为 你这个人有点虚伪 这一课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在这一课里面学习的是 上能拜访别人使用的句子 Merci Au revoir Lesson 6 Demondation Scheme 第六课 问路 在上一课里 我们学习了上能拜访别人 需要使用的几句话 在这一课里 我们来学习 如何用法语问路 或者是指路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段 精彩的Flash动画 Pardon Pardon Pour aller à l'Opéra C'est bien par là? Oi Vous êtes sur le bon chemin C'est loin d'ici? Non C'est tout près d'ici 5 minutes à pied S'il vous plaît monsieur Pourriez-vous m'indiquer L'avenue des Champs-Elysées? Au premier carrefour Vous tournez à droite Et voilà C'est qu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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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完动画之后 我们来学习一下 动画中出现的声词 这一刻我们学到的第一个声词 叫做Bardon Bardon的意思是 对不起 但希望大家注意 法国人说Bardon 不见得就一定是 向对方道歉 Bardon除了道歉之外 还可以用来引起别人的注意 Bardon往往说明 我现在要跟你说话了 第二个单词叫做Opéra Opéra是一个名词 它的意思是歌剧院 Opéra有时候也可以当作歌剧 第三个是一个借词 Bah Bah的意思表示 从某个地方经过 第四个是一个代词 S S的意思是这 下面一个是名词 Hu Hu的意思是一条街 一条街道 一条马路 Hu后面是名词 Sermann Sermann跟Hu的意思 比较相近 它的意思也是路 但是Sermann并不具体指 某一条街 某一条马路 Sermann的意思是路线 路径 像我们在这一课里面学到了 The Monde de Sermann The Monde de Sermann的意思是问路 那么我们问路 其实问的并不是具体的某一条街 某一条马路 问路 实际上问的是到某个地方去的路线 下一个是副词 Lun Lun的意思是远 例如Jabit Lun Jabit Lun的意思就是我住得很远 Lun的反应词叫做太 Pi的意思显然就是近 下面是一个数词 这个数词是Sank Sank的意思是五 Sank这个单词大家注意 它的发音也是比较特殊的 词尾的G 要发出来 这个词读Sank 下一个单词是Minute Minute的意思是分钟 跟我们刚才学过的数词Sank 联系在一起 San Minute 它的意思就是五分钟 如果跟我们以前学过的数词 Lise联系起来 Diminute 那就是十分钟 下一个是动词Monte Monte的意思是指出指示 Monte的用法是 Monte quelque chose 如果你说 Je vous montre le chemin 那就是我为您指路 下面我们看到的是一条街道的名字 叫做L'Avenue de Champs-Elysees L'Avenue de Champs-Elysees 这是法国最著名的一条大街 叫做香榭丽舍大街 香榭丽舍大街 在巴黎的位置就相当于中国的长安街 也就是说它是巴黎市的最主要的一条干道 下面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叙述词 Permin Permin的意思是第一 希望大家注意 Permin这个形容词 它阴阳性变化比较特殊 阴性形式叫做Permin 下一个是一个名词 Gach-Four Gach-Four并不是我们平时 在街上见到的加勒夫超市 实际上Gach-Four在法语里面的意思是十字 Gach-Four并不是我们平时的转发比较特殊